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式 你比如说我让他们在就是说你比如说多球练的时候 我是让他们这样做准备的 而且我是反对就是球还没有发出来 这个人的动作已经成这样了 他这样准备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多球一出手的情况下 我先要要求他什么 是腰先引动 而不是先 手先这么摆开了 腰引动 然后你比如说我要拉下圈球 我引的就低一点 我打上圈球 我前面引的就高一点 但绝不是说我光用手去做这个引盘的动作 另外你比如说刚才这个提问题 这个球友说起来了 是吧 咱们业余的拉球是吧 练这个拉球 发出这个下圈球 扳出台股线要比较低的情况下 这个不但有腰腿啊 所谓的大家要听懂的这句话 所谓要转的话 膝盖还弯呢 因为球来的比较低又是下圈 这样的话 你就 这个时候 大家会看到 就会好像有陈间的感觉就出现了 而且呢 在这个引拍的过程中 不但不但你间要适当 不能锅 就是锅一成这个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前臂要打开 就是前臂要打开 因为你要拉肚圈嘛 它是制造上圈嘛 你必须给球和拍子之间 有足够的从下方上的空间 是吧 所以这个练习呢 我认为 我认为 最好的手段是 徒手挥拍 加上多球 就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 我拉普通上圈球 擦擦擦擦 擦 这样的 是吧 然后快正手攻球呢 是这样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我连续拉下圈 是这样 对吧 其实呢 如果你做的 规范一点 慢一点的话 一般人是能做到的 因为根据我教学的那个经验 很多人都是 第一 没那个耐心 这是第一条 第二 不相信这徒手挥拍的作用 其实这徒手挥拍的作用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 它是有内在感觉的 而且你不同水平的时候 你徒手挥拍可以提不同水平的要求 跟你的水平的 就是不断的提高 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 徒手挥拍 是吧 徒手挥拍 加上多球 再打单球 然后再不停的有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训练的那个 一个周期一个周期 其实从我的观点来说 这个徒手挥拍 你当然你成年人不可能练的很多很多 但是每天你挥个五六分钟 十分钟还是能做到 而且效力非常之好 我希望大家去试一试 是吧 我是这么解释这个 所谓晨间和这个动作的启示 是怎么来的 这么一件事 教教练 请问马老师您自己选手挥拍 有什么窍门 一般应该怎么选球拍 当然我这个属于老派的这个路子 经过这么些年 我也是有所变化和更新的 你比如说我当年打球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胡拳球还不是胡拳球当道 所以说呢 我们那时候跳拍的呢 由于是纸板选手 要求这个纸板 这个底板 要吃球 两面的这个最上一层的表皮 就是不要太硬 就什么感觉 用我们的术语说 就颠几球来 要透 有一种透感 我一般原来早年颠球 我都是这么颠 基本上在什么位置呢 我就这么颠 我就能知道大概这个板子 适不适合我打 但是现在 我要再挑板 我除了在这颠之外 尤其横板 我还要在这颠 我要让他这个 触球这个点啊 外移一下 相对来说 你要想拉得转 想把力量发出 这个利弊一定要差 就重心最好前移 而且我握板的时候 我虎口一定要贴住开键 绝对不能这么颠 这么颠以后 那感觉会很差 我还是那句话 这是我个人观点 只不过给提供给大家 做参考 咱们可以共同切磋